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得去趟四川 走多长时间啊 这次适得多 没个转 要不然你带孩子回娘家去住一段 我们回娘家干什么 我这一走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顾不上你和晓晓 我们娘俩什么时候让你顾过了 倒是我们走了 家里没人 你看不到晓晓心里又难过了 我们还是在家里等着你 算了 就这样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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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跟踪林响啊 我看清林响同志出门 我说你什么时候 你瞳见你 怕他业里不安全 怕他不安全 真是笑话 就你 吊直戈备 去保护一个优秀的侦察员 你讲实话吧 我说的是实话 软底的鞋 扎着一个腰带 把自己的绷带 装在口袋里 你这是讲的实话吗 明明是一个公勤员 非要装成侦察员的样子 如果说你是佩服领响 想虎学猫几手 那我还能信得过你 连个瞎话都不会变 不动 好了 拿出来吧 拿出来 别动 别动 就凭他这个样子还放不到我 就行 哈 都没拿着 还没拿着 无解 家伙使得还不错 我告诉你我早就怀疑你了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没有消除过这种怀疑 就算是你救了海东 我也没有放松过警体 你知道我为什么怀疑你吗 不是说因为现在 穿个软点鞋 打个腰带 我告诉你 你是我所用过的最糟糕的攻击员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能告诉你 又是这一套 我跟你讲 不要说你面对的是一个省委书记 就算是你跟一个握了三十年 枪把子的人打交道 我告诉你 你也不是那么好蒙轰过去的 除非我们去见一个人 见谁 您能让我用一下您的电话吗 让他打 让他打 我的忘記 有梢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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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梢文明 就搜个人 子肾 月珍 都找你们 我遇开 很好 能anie 母娘 更滬 ol 也 cons 你就不能让人舒服点 你别烦了 你很快就会舒服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见面 你要受陷 我被盯上了 很有可能暴露 出什么事了 国大已被停职反省了 很有可能招出我来 我可能要撤了 什么时候走 共产党盯上我了 车站码头早被他们布上了眼线 我身后又有尾巴 我是自投罗网 我很同情你 用不着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 我会想办法离开的 你很讨厌我对吧 不 你很好 很漂亮 也很善良 只可惜啊 我们的职业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你知道你长得像什么吗 像什么 布娃娃 没什么好消息带给你 陈墨者让我告诉你 陈墨者让我告诉你 云海东没有做掉 已经惊动了公安局 他不想再失去你 让你不要管他 不过时间近你就不能闲着 得换个目标 谁 林燃 他疯了 是 他疯了 谁 一般 他疯了 谁 你会再疯了 我得担心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得担心 不得了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对了 我们同志一场 毕竟共患过难 今后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面 握个手吧 保重 这回还是我先走 你在这儿盯着 别跟着我 李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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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急着想见你们 他的 我顺便跟你说一下 我早就怀疑他了 小小的年纪 自己说没有读过两年书 但是道理知道的比谁都多 他是在装 心里的那个聪明劲 别人看不出来 我看得一心二出 看来 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了 怎么 他也是你们的侦察员 我又抓错了 是的 他是侦察员 但他并不是我们盘龙式的 是国家安全部派来的 也是林响 林响的同事 林书记 在我把这件事情 说明真相以前 我有个请求 请您答应我 是 在这件事上 我让您受委屈了 这么说吧 我欺骗了您 受什么委屈啊 我知道了 无非你是在我的身边 又安了个钉子 这种事情我以前也做过 你这个小侦察员 竟敢在我这个省委书记的身边埋伏着 小家伙 你好大的胆子 不是 不是 首长 您 您没弄清我的意思 这可是一场大骗局 什么 首长 您必须听我说 小娘他真的是 是反间谍机关派在您身边的侦察员 嗯 他的任务是 跟踪和监视 敌特分子 巴音河 巴音河 巴音河是谁啊 林响 什么 什么 你是说我的女儿是敌特分子 哎 我说 杜莱丰你要把话给我讲清楚 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第二个问题 林响不是您的女儿 这个女孩也不是林响 她叫陶业 她是敌特分子 你慢点慢点 怎么她又不是我的女儿了呢 从哪儿又蹦出个陶业来啊 我说你这个杜莱丰 你在这儿搞什么名仓啊 为了破坏苏联的原件项目 美将特务组织 设置了一个K计划 这个计划的前台主要实施者 就是陶业 他们知道 组织上已经确认了您和女儿 林响的关系 并且已经找到了女儿 而且 你们父女从来就没有见过面 他们又知道 您马上要到盘龙市来当省委书记 这是一个绝好的掩护背景 也是一个潜入的机会 在林响回盘龙市和您见面的时候 他们绑架了她 而且 让八银河改名换姓 定替真的林响潜入您的身边 那 那林响呢 我的女儿呢 我的书记 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 最重要的第三件事 赵小年 赵小年 你委屈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 你可以借你的父亲 赵小年 小年 她后来被营救出来 到了您的身边 成为您的宫妻院 一个您用过的 最糟糕的宫妻院 一个 必于隐姓埋名的 好女儿 孩子 这儿没我的事了 我该走了 小年 我的孩子 孩子 你 杜莱峰我问你 你懂不懂得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爱 我说你不懂 因为你就没有女儿 老首长 我知道这件事 实在对不住您 您今天要是有伙的话 您 您就尽管发好了 我冲您发伙有什么用 您一下子给我搞来了两个女儿 您让我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 您首先要认您的真女儿 赵小年 你放屁 我已经把积攒了二十年的父爱都给了第一个女儿了 现在你说她是国民党特务 我一现在就情断一绝了 我是个人 我有血有肉 我有情感 我不是个畜生啊 再说了 林翔 陶爷 他对这个家也有了感情 他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 我就是往家里领了一只野猫野狗 在家里住了这么多日子 他也有感情 我也不是说丢就能丢的吧 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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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件衣服吧 首长 用屁了 住手 您喝粥喝多了 我才喝了半碗 你喝了四大碗 谁喝得多 去 让小年不要扫地了 伤还没好 上床休息 首长 您刚才怎么不亲自跟他说呀 是 小年 小年 进去吧 怎么样 伤口还疼吗 好多了 已经不疼了 好多了 孩子啊 你受苦了 我没有 爸爸没有照顾好你 您千万不要这么说 爸爸被蒙在鼓里 还责备过你 您是指钢笔和苹果的事儿吧 现在我知道了 那是个阴谋 不 钢笔是 苹果不是 您可能忘了吧 在我刚来到家里的时候 您送给我一枝苹果 您知道吗 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 您和妈妈的礼物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您的礼物 我没舍得吃 我把他留下来了 我把他留下来了 我不能说出这个原因 要是我说出来了 你们就会起疑心的 是啊 是爸爸冤枉了你 现在爸爸想起来 冤枉您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您千万别这么说 因为您不知道情况 反而啊 您还帮了我呢 小年 你不要再宽慰爸爸了 我没有再宽慰您 这是真的 您对我不好 您责备我 这随时提醒着我 和您拉开距离 留心自己的工作身份 才不至于暴露自己 林响才不会起疑心 他不是林响 你才是 我不是 他是 不 我讨厌这种关系 这都是为了工作呀 现在 倒要你来做我的工作呀 爸 您还可以叫我 我 叫你什么 你可以叫我小明雅 芽芽 芽芽 爸 你能不能再叫我一声 芽芽 爸 芽芽 好孩子 小年的手掌着来干什么呀 手掌把工作人员都当自家人看待 小年也不是没来过 吃醋了吧 我跟个毛鸭都吃什么醋啊 门都没有 小年 海东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老是躲着他 你为什么不接受他呢 是不是不喜欢海东 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我不想牵扯别人 爸 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我是想说 我爱这个家 我爱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 但是毕竟不一样 这个我懂 海东是个明白道理的好孩子 他要是说我 知道了你的身份 肯定得高兴地蹦上天去 可现在不行 一旦事情出差错 国家的财产 人民的安全 就会受到损失 在任务没有完成之前 我不想提这事 爸 这件事情啊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好吧 这件事情 爸爸 就先不说 那我们俩 在家里 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你放心 爸爸可是个老革命了 不但有觉悟 还有毅力 爸 我真为您骄傲 哼我呢 怎么样 跟爸爸说点高兴的事情 爸 您想听听我的心里话吗 嗯 有爸爸 真好 好 局长 时间紧 咱们谈情况吧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高霞的潜伏特务身份 可以确定 顺着他这根腾 我们找到了工业局 总务处的王彪 还有供营处的何守志 人民中学的葛丽萍 还有人民剧院的林曼丽 这几个人跟高霞来往特殊 非常可疑 我们把他们监视起来了 八音河这两天的状态 非常的消极 而且他不太出门 对我的汇报也不太感兴趣了 看来他和他组织内部 有很严重的分歧 而且这个分歧不是在技术上的 照你这么说 这八音河动摇了 很有这个可能 怎么样 来 这样 这样 真好玩 这样 你给我吧 别别 你不会 够高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明慧哥 我真想和风筝飞得一样高 无忧无虑的 多好啊 那还不容易 干嘛呀 飞呀 啊 小妹 小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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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也抽了不少了 茶也喝了两开了 可以谈问题了吧 我这个局长还没有撤职吧 没有 是停职 昨天你还跟我叫局长 今天就改了 你这个脸变得挺快啊 调查组规定 凡设审对象一律不称呼职务 你这个脸变得挺快啊 这个规定你应该知道 你想让我说什么 要谈的内容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需要补充的是 局里这次对你的调查 是结合新三反运动展开的 我希望你能认清楚自己问题的严重性 认真向组织交代 争取组织谅解 我说你找错对象了 我没犯过任何错误 也谈不上交代 更不需要任何人的谅解 我说你这个孩子 有时间哪 你去干点正事 先说第一件吧 你和人民剧院演员林曼丽女士 是什么关系 这事你们也查呀 这和我们调查的其他内容有关 请你回答 好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问你 你的那个养父 跟文市长是什么关系啊 请你正面回答 我就是正面回答呀 你那个养父死了老婆 可以跟其他女人来往 我郭大一死了老婆 就是落叶的竹子干树着 我跟林曼丽就是谈恋爱了 我跟林曼丽就是睡了 这事组织上也管 这不扯淡吗 六月二十八号 你给供应处批条子 把四百六十吨钢材 卖给冯山机器厂 有这回事吗 有这回事 我在规矩工作这么些年 签字批条子买的东西多了 你们是不是都要查呀 如果有必要 我们会查 那你还费什么话呀 你们去查去 查明白了再跟我说话 去 去吧 喂 林曼丽家 怎么了 还没下决心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是入了水的鱼 没有十张八张网打不上我来 你就不一样了 你是正在往往里铺腾的鱼 不是鱼死就是网坡 你想干什么 我承认凌然家的确不错 是个有情有义的家庭 你不想再做流浪儿对吗 你真的以为自己 现在是凌然的女儿林响了 不好 非常不好 你赶紧走吧 别到时候被人抓去 你要想想自己的后路 你现在比我危险得多 你说说看 首长 对 这是我的家 我怕什么 爸 回来了 您累了吧 我替您拿 爸 哦 那 那个林响啊 明辉和海东回来了吗 还没有 哦 那好 那咱们大家都进屋 等他们回来 咱们一块好好聊聊天 啊 好 爸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让上面给撸下来了 别人找我谈话 你也找我谈话 别人没事找事 你也没事找事 外面都床开了 说你这局长让人给撸了 调查组找人谈话 这是事实吧 公友们见我就问 说你爹局长当得好好的 怎么就让人给撸下来了 你说 我怎么回答人家 爸 沉不住气了 小子 你老爸这辈子 让别人逼到死胡同的事 这不是头一回 四二年 小鬼子把我押在临城 那是重重包围啊 敌众我寡 我是弹尽良爵 我不正要撕出我口子 逃出来了吗 谁把我怎么样了 爸 这给您的鬼子不是一回事啊 他在我这儿就是一回事 谁打我的阻击 谁抱我的饺子 我照样撕了他 得得得 我不听你说这些 历史我也有 我就问你一句 我们厂劣质刚才事故 和你撕批条子有关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批条子的事我这儿多着呢 我是局长 我不批条子干什么 那谁批条子 就是别人批了条子 也得我同意啊 小子 你那点历史还浅了点 别人一说就糊涂了 再好好熬几年吧 站着干什么 要坐就坐着 要不跟四平一样也走人 还行 我郭大义还有点群众基础 还没落到孤家寡人的地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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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哦 敏辉啊 你 你的那个工作分配了吗 哦 分配了 工业局刚刚成立了一个资料管理室 我是那个管理室的主任 那你对工作满意吗 太满意了 原件工程说上就上了 要准备好多的资料 对了 海东也找他老师要了一批资料 为重新厂将来升级打基础 有好多事要做呢 嗯 对了我听说那个市政府不是让你去当交集处的副科长吗 听说你没答应 为什么 嗯 其实我回来 就是要做基层工作 应该在工业斩线上 嗯 这事啊 还多亏了文华阿姨 要是没有文华阿姨的帮助 市里说什么也不放人 基层啊 现在是个香饱饱 机关里的人啊都想往下走 哦 基层可是第一线 谁不想去啊 爸 明辉现在可是我们厂里的宝贝 工人师父们 听说明辉要到我们厂里 都争着去看 而且都睁着摸他的嘴 啊 摸他的嘴干什么 他们说啊 想看看明辉这嘴 到底是怎么长的 他又能说中国话 又能说俄语 是啊 你们现在是有知识有文化 而且都在国家建设第一线 大有作为啊 嗯 对了 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文化和国家建设 结合起来 那这就叫学有所成嘛 啊 对不对 嗯 哎 小年 哎 哎 老龙啊 你去看那汤 汤烧好没有啊 好好好 嗯 嗯 哦 嗯 来来来 多吃点儿 多吃点儿 不管谁 有伤没伤的啊 都得补一补 嗯 你们都是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 身体要搞得棒棒的 啊 好吗 来 吃吃吃 嗯 好 哦 乔 乔 乔 谢谢观看